旅行,我是邱子 旅行,我是邱子 是,我們先看第一則新聞 是發生在 發生在倫敦的 倫敦的一個消費指南雜誌 在他的臉書上的網頁 上就傳了一段視頻 視頻中就顯示出了 一個時刻在吃完這個 美食小籠包以後 試圖把它給戳破 把裡面的湯汁倒出來然後再吃 那這個視頻呢 對如何吃小籠包 進行了這個誤導 為什麼呢,因為小籠包 之所以與眾不同的好吃 關鍵在於他的湯汁 那分析呢 這個台灣的小 分析就是這個台灣的小籠包 臭豆腐還有 這個軟食粒 那台灣來紅,台灣小吃 以吃成 國宴主流 那小籠包其實起源是在這個中國 這個我們都懂 那也許許許多華人 這個也是華人百吃不願的美食 許多吃小籠包的常客 都說到了 正確的吃小籠包的方法 應該是把裡面的湯汁 先把它吸到嘴裡面 然後再把整個包子 吃進去這樣子 但是倫敦TIME UP的雜誌 卻把小籠包的湯汁 湯汁形容為爆炸性的湯 爆紙汁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說呢 那令一些華人美食呢 不悅,不開心這樣子 嗯,是的 那當然啦 其實我覺得這個方面呢 是雙方面的 為什麼我這麼說 因為第一點嘛 我覺得TIME UP的雜誌 是有點不尊重 不尊重亞洲美食 可能在這方面當中 它有一點歧視的存分存在 他說吃這種美食 也就是小籠包 是非常麻煩的 湯汁呢 留得滿處都是 然後別人看起來呢 就覺得會很搞笑 而且視頻中呢 就是人們在吃完小籠包的過程當中 就用筷子把小籠包 給扒開 切碎 那我覺得TIME UP 在這一個方面呢 它確實 必須要得小心一點 其實我去了中國好幾次 然後吃了好幾次的小籠包 結果我才發現 原來我一直以來都吃錯 哈哈 我就是 我就是先把它拔開 然後先把湯給喝 然後再把那個料也吃了 因為我怕它會燙嘴 其實還蠻燙嘴的 因為它 因為真的 每次當你好像錯開那個豆對不對 你就會 我也是會把那個湯 流入那個盤子裡面先 然後再把肉吃了 然後可能再用湯匙去喝那個湯 對對對 差不多就是 我們就把它給分開吃 因為真的很燙 是 真的 但是呢 其實呢 這個小籠包呢 其實正確吃法是怎麼樣呢 就是 先開它的那個頭嘛 對不對 小籠包上面的頭子 你先把它給咬開 咬開了以後 你先吸幾口湯 然後你再把它給吃下去 這樣 那我在上海呢 其實有吃過小籠包 這個小籠包包是非常特別的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個人覺得很特別啊 跟平常吃的這個小籠包不一樣 就是它的這個包子特別的大 它不像是我們看的這些小籠包 那包子那個外皮還幹嘛 就是 就包著吧 那個就是一個容器 對 它就是一個容器 包子就是它的容器 這樣子 當然我覺得 美食這種東西 是各一個國家 然後都有各個的風俗 然後都有各個的 culture嘛 所以 可能這個西方的國家 在做這些亞洲的亞洲美食的時候 可能需要的就是一位專家吧 就是亞洲的美食食客 來 去介紹 我覺得這樣子才不會去觸犯到別人的 culture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中國的 有一則新聞是 中國的第一本流動兒童教育藍皮書呢 在之前就發布了 藍皮書的數據顯示出到 2015年10月1日 中國內地的流動人口 總量已經達到了2.47億 全國每六個人當中呢 就有一個是處於流動當中 流動之中 那什麼是流動人口呢 流動人口就是這些 因為中國很大嘛 就是有很多的這些家長呢 都會帶著自己的孩子到處去流動 為了就是工作嘛 所以這些流動人口的子女 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 這兩個群體的總數呢 達到了1億人 那什麼是留守兒童呢 留守兒童就是他們的父母 可能這些留守兒童在鄉區 他們的父母要到城市去打拼 所以就把兒童給留在鄉區 可能跟自己的爺爺奶奶相處啊等等的 所以就 又或者很有可能這些留守兒童 甚至是自己一個人在家 嗯 所以就把他們留給在家 然後自己去呃 城市搭拼這樣子 呃 藍皮書就是建議要 適應人口流動和城市化的內在規律的話 簡化和正低流動兒童的呃 進入公辦學校的條件 是首要其衝的 對那根據一個中國流動兒童 教育發展報告就先 就說到了 內地流動人口中 那17歲以上的流動兒童呢 的規模其實已經是超過了3500萬人了 那如果我們要把它分區域 就是分省域來看的話 2010年呢 這個廣東省 浙江省 江珠省 山東省還有這個四川省的流動兒的數量呢 是在前五位的 那五省的流動兒童呢 總數是達到1287萬人 那佔了全部 整個中國的流動兒的總數是35.94%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數目 那另外呢 內地大學大城市的流動兒童呢 的教育問題 真像這個 真像學前教育和初中 後教育的兩端就延伸了 那兩批書又說到 流動兒童的義務教育 其實是當前中國最為突出的一個 教育公平問題之一 所以呢 流動兒童的義務教育階段 斷財 供給呢 是進一步開放異地給這個 高中考等問題成為這個教典 是的 那這個流動兒童義務教育階段嘛 就是要財政供給 然後進一步開放異地 供考考等等問題成為這個聚焦點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個流動兒童吧 他們要學習其實 還是挺困難的 因為你要想像他們一直在流動 然後一直呢 都是在不同的學校學習 甚至可能沒有辦法得到學習 因為父母在忙著嘛 你可能讀到書 然後就是一直要去流動了 那為了大家減少這個問題的話呢 容易入學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直接就是進去讀書啊 然後直接馬上就可以開課啊等等的 才可以減少這些流動兒童 沒有接受到教育的其中一個方法 只是辦轉校這個部分就可能很麻煩了 對 因為每轉一個校就要做一個程序 退學又是一個程序 那入學又是另外一個程序 對啊 然後搬家的時間呢 然後要等的過程呢 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是的 而且他們的這個教育政策其實跟我們的 他教育的這個整個procedure 跟我們其實應該是不太一樣的 像是他們他們考考考啊等等的 然後當然在這方面呢 這一個中國政府呢 也做出了一些 也是做出了一些建議 包括開放議地中考考考啊等等的 所以呢 當然因為中國的人量大嘛 中國人量大 所以這個聽起來 一億這個數字好像很大 其實就是因為 你人多然後自然就會多 看起來數字就很恐怖這樣子 所以呢 在這方面呢 確實中國呢 他是由內而外的在改變 教育就是第一個要改變的 那我們看一下 下一則新聞是這個 法國吧 法國之前就是有一位警員 就殺了一個巴黎華 巴黎華裔男子 結果呢 就找到了大家 這個巴黎的華僑呢 紛紛就是對於這個警方呢 就是有這個示威活動 那這個集會呢 其實已經到了這個夜深部分了 那就變成了一種衝突 他就跟警方有一個衝突 那警方呢 就釋放了這個催淚彈 還有這個胡椒噴霧 那適得的去散這些示威者 因為這些示威者呢 就把一些垃圾桶啊 推向這個道路 所以也就是 有人就是也跟著去做一些這樣的行為 導致 警方需要去阻止他們這樣子 那這個 呃 呃 集會呢大概是在晚上7點就開始了 所以整整大概有200多名華人呢 就集中在這個巴黎市政廣場那裡 就點燃這個蠟燭啊 就是 就是 倒念這個死者 那也靜坐在那裡示威 那期間呢還用一些喇叭來循環播放 呃 這個口號叫做 反對暴力 要求公正 那情況一直是和平的 嗯 我在想 怎麼 這個時候就到了華人發生這種事情呢 之前是 在美國是黑人嘛 然後現在在法國是華人嘛 感覺 如果是你在一個國家 然後你是一個比較少數的一個民族的話 呃 只要到欺壓 稍微只要到 呃 就是一件事情 可能你就會把它想像成是欺壓 又或者是什麼等等的 但是 呃 當然是因為活動你不能說它是不好的 畢竟 它可以挑起一個事情的嚴重性 那挑起事情嚴重性呢 就代表這個法律還有這個警察呢 不得不正面 不正視這個問題而去解決它 嗯 所以你如果去正視這個問題 然後去解決它的話 那這個死者呢 才得以公平 才可以真正知道為什麼他會被殺死 對 為什麼這個警察要對他開槍 但是呢 呃 當然了 市衛整個活動當中呢 呃 如果是稍微 太過 太過激進的話 是不是會對 周圍的人造成一種傷害 就包括可能路過的人 又或者是整個社會秩序 是一個傷害 嗯 對 那其實好像整個過程的話 那 那視為是可以喔 但是我覺得 對 要用一種 比較和平 和諧的方式去面對 嗯 因為可能有一些比較 剛才你說 比較偏激的 偏激的人 對不對 那這些偏激的人 可能要受到對付啦 那就最好就不要傷害到無骨的人 因為真正來講 真正的受害者其實是那 呃 那個死者的假人耶 因為他就突然就 爸爸就沒了嘛對不對 然後他們需要的是一個 呃 公平的對待 所以他們拿回這一個 呃 所謂的 呃 清白對不對 嗯 所以呢 呃在這個情況呢 希望在這裡的這些 視為民眾呢 還有一些人呢 可以用最和平 呃 的方式來對待這樣子 嗯 是的 好那我們看下一個新聞 是發生在新加坡的 哦 呃 對新加坡 昨天我們才說嘛 新加坡它很少有這種 什麼政治新聞啊等等 但是呢 最多就是 最多就是 民事啊 啊民事啊 什麼強奸案啊 然後自殺之類的 啊自殺 太多這種事情 然後殺人 等等 我覺得它整個國家的 人民生活在一個 呃非常壓迫的 對 非常高壓的一個情況之下 會導致有這樣多 這類式的事情發生 嗯 像是日本這樣子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則新聞吧 是這個 有一位離婚漢呢 在一家夜店 像22歲的女大生 猛灌酒 還是女生大歲以後 減時上車 帶回家心情 那受害者的 受害女生的男朋友呢 因為聯絡不到女朋友 而開始感到非常擔心 就使用手機 呃 尋找手機的 最終軟件 成功找到女友的位置 男友清晨早上門 看見女友 躺在離婚漢身邊 然後這些禮婚 他就馬上就說了 我什麼都沒做過 對 那這個被告的男生呢 面對強奸和拐帶這兩名 拐帶女子兩項罪名喔 那呃 這個案件呢 其實在今天 呃 昨天新加坡高庭 新加坡高庭開審了 那這個被告呢 其實是不認罪的 所以在呃 這個法庭上面呢 他是戴著一個黑框眼睛 然後呃 呃 臉上呢 是沒有表情的 那因為根據這個 哄撞呢 被這個被告呢 空於在2014年7月24日呢 凌晨4點左右啦 他當時在這個 若井街 若井街的夜店喔 他就呃 拐帶了一名22歲的女子 那 逼他跟他回家 然後在凌晨4點到6點30分之間呢 在家醒慶的一個女生 嗯 是的 那其實這位 王順馨呢 這位被告人呢 他呃 跟女大神是認識的 他們是在呃 這個王順馨的朋友開設店鋪打短期的工 所以兩個人就結識了 那雖然這個被告的女生是有男朋友 但是被告呢 一直對女生是有肥分之想 並且對他展開熱烈的追求 不過女生對被告是沒意思 只是把他當作是普通朋友 呃 呃 而且就是擔心會影響工作 所以容忍被告的追求公事 那呃 其實從這件事情看來 可能我們也是要告 我們也是要呃 呃 怪追下這個被告 怎麼 就是去強奸女生 然後強辱女生 但是我覺得女生在這方面 應該也要負一點責任吧 嗯 如果是知道自己的酒量 其實也就還好的話 那就盡量不要多喝 就 自己控制吧 我覺得不是還好耶 是這個男生也猛灌他啦 啊 我覺得你可以拒絕 嗯嗯 我覺得是 你可以像摸手人說不 哈哈 因為他是熟的朋友 所以不能說不 你可以像怪叔叔說不 呃 那因為這是熟悉的朋友啊 也不算不熟吧 就是他 可是他 你知道他在追求你嘛 嗯嗯 而且你對他沒意思嘛 嗯 你應該會一開始就覺得 這個人怎麼怪怪 一個40歲的uncle 我跟你說 因為我跟這個女大生的 你零差不多 所以我就用我的心 他就追求他了 我就覺得說 如果現在一個40歲的男人 來追求我的話 我一定覺得他很奇怪 所以當下應該 就是看到這個uncle 呃 甚至他如果就 他如果約我去夜店的話 我一定拒絕了 呃 因為我就覺得說 終於我要跟你去夜店 跟一個40歲的uncle去夜店 應該也好玩不到哪裡去 嗯 我倒覺得是可能 這個女大生 她可能貪圖一點東西 嗯 貪圖這個 有免費的酒喝 嗯嗯 然後就是 反正又不是我給錢 嗯嗯 那我就去了 那我就去的話 他一直灌我酒嘛 那我就喝啊 反正我又不需要給錢 因為你知道酒很貴耶 對 對不對 所以可能會貪圖這些小利益 所以導致這個悲劇的發生 所以其實女生要有一個 呃 我覺得 我覺得 對 我覺得不要去貪圖別人的什麼 嗯 然後自己本身也要自己的保護意識 嗯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嗯 我覺得你可以呢 你可以穿著性感 然後又或者是你可以 呃 你可以去夜店這些等等的這些都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呢 呃 我們在做任何這些有危險性的東西以前 我們必須要先做好自我保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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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